是那种就是笑草型吗 我说实话就是 颜值这个词语 可是我觉得是这几年才有 我上学05年06年 那个时候没有颜值的 那个时候戏好 大家在学校的时候崇拜的人就是说 给他戏好 他台词好 这种才羡慕 他长得帅 根本不会有人羡慕 而且好像会 最主要是你长得帅 你可能就不意识到颜值的重要性 没有 而且当时 而且可能戏曲学院跟人家不一样 戏曲学院可能比较相对比较传统 然后我还记得 就是那个时候 比如说一个男生就是长得帅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不会觉得他戏好 那就像现在 偶像演员肯定就不会演戏了 而且就不会觉得他以后有前途 就觉得 估计就是以后就没戏牌了 就反而就是范儿特别足啊 就是台词特别好啊 然后拍小品段子那种 特别有想法的那种 反而就是班上男生女生都会比较喜欢